如果有免费的东西,谁想花钱呢? 之前东哥介绍过全平台免费的VPN 今天,东哥再来介绍在手机上免费使用的VPN机场APP 我实际测试过,目前都是可以用的 而且速度飞快,看8K福利大片,毫无压力哦 有需要的朋友收藏起来 今天这期视频,东哥所说的手机,主要是指苹果手机 在介绍之前,提醒大家一下 你需要一个非大陆的ID 如果你是强烈的小伙伴,不懂得怎么注册 教你一个懒办法,在某宝上购买 很便宜,几块钱一个 我们拿到这个ID之后 首先,你打开你的APP Store 点击右上角的这个个人头像 点击之后,把它拉到最下面 到最下面之后,点击登出按钮 然后返回最上面 你原来的ID就已经退出了 然后,输入你弄好的非大陆ID和密码 输入完之后,在底下点击登录 登录成功 在上面搜索框里输入快瞄VPN 请认准这个图标版本 下载安装 安装成功后,点开这个图标 点开快瞄VPN之后 看到的是一个非常简洁的界面 上面有一些线路 比如 美国 日本 德国 英国 韩国 等等 选择自己喜欢的线路 连接 然后我们看到 已经开始连接了 大概连接几秒钟 当屏幕出现 已连接 而且底下这个按钮 变成绿色的时候 表示我们连接已经成功了 连接好之后 我们来测试一下速度 打开视频网站看大片 大家看到 其实打开的速度还是蛮快的 没有停顿和卡顿 我们打开一个视频来看一下 这个速度 在免费的VPN里 是非常不错的 另外 如果说大家对这个线路不是很满意 因为每个人所处的地方不太一样 你可以选择自己比较快的线路 试试其他线路 总有一个适合你的 这个VPN是免费的 而且是永久免费 你根本看不到它的充值入口 它的唯一收入 就是底下的那个广告 所以 如果大家看到广告 不要急着关掉 或者主动点击一下广告 让平台有一些收入 这样 平台就可以给我们提供更好的服务了 东哥 东哥再来介绍另外一个APP 就是屏幕上的这个软件 这个APP 我一直在用 它是终生免费的 在APP Store上搜索它 然后安装 安装成功后打开它 打开之后 它有一个简单的加载初始化 然后有广告弹出 大家不要烦这些广告 这些广告 会让你能够终生使用这个VPN 然后我们来点击这个继续使用VPN 打开之后 大家会发现 这里有一个已经过去的提示 也就是说 这个VPN目前已经过去了 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我们再看底下有一个按钮 叫额外获得连接时长10分钟 等一下 点完之后 你会看到有广告出现 这就是这个平台的运营模式 它给你提供免费的VPN 条件是 你看到的一些广告 有广告其实也是好事 这样才能比较长期的使用下去 不像一些所谓的免费VPN 用一段时间就失效了 或者要充值 这个平台的运营模式 我们搞清楚了 我们可以一直用它 广告结束之后 我们看到 你已经增加了10分钟的使用时长 如果想用久一点 那你可以重复操作 再点击一次 获得额外的连接时长 还是会出现广告 看完广告之后 平台又为你增加了10分钟 然后我们点击确认 我们再看底下 果然又有了10分钟 使用时间是可以叠加的 举例 你每天如果想用2个小时 那么你每天 只需要重复点击12次 每天2个小时的VPN 对大多数小伙伴来说 是足够用了 看完广告之后 我们就可以进行连接了 这时 我们就可以用油管 电报 脸书等更多应用了 是不是很爽 是不是很简单 今天 东哥介绍了两个 在手机上使用的免费VPN机场 APP应用 需要注意的有两点 一 墙内的朋友 最好用非大陆的ID进行登录 下载安装使用 二 为长期免费的用下去 不要拒绝广告 因为这是平台方 继续生存相机所必须的 有一句话说的好 自由从来都不是免费的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 欢迎点击订阅 我们下期视频更加精彩